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依靠定制豪宅 也是我拍过的最大的房子 这个房子居住面积差不多就要一万尺了 所以这个房子有很多的卧室 有电梯 有漂亮的湖景 有定制的非常漂亮的高挑的卧室 我们看过高挑的衣帽间 高挑的客厅 但是这个高挑的卧室这还是第一次拍到 如果您对定制的豪宅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微博 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今天我们看的是位于Houston Sherland这边的一个定制豪宅 这个房子非常大 有9000多尺 这也是我介绍过的最大面积的豪宅 因为它是一个定制的豪宅 所以很多东西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漂亮的外观 非常土豪风 然后后面是湖景 这个位于Sherland 所以它是华人比较多 然后环境比较好 但是哈登 著名的恩兵求新 哈登也住在这个小区 就离这个房子 隔几个房子就是哈登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是不太到400万 是300多万美金的 现在先让我们进来看一下咯 好 一进门就是很豪气的感觉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有一些房子的感觉更不一样 你看22个废的超高挑高 非常open 然后一进门就能看得到它非常漂亮的外面的湖景 这种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传统的豪宅的豪的感觉 当然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比较能接受的那种豪宅 就很美 一进门就这样的一个会客厅 然后它的楼梯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从一进门的右手边开始 一进门的右手边呢 就是一个高挑的书房 这个书房 也有差不多在15个费左右 一个大高挑书房 然后出来 漂亮的大客厅 这个房子是刚刚建好的 完全没有住过的纯新的定制房 当然了在这个小区还有一些地 如果您不喜欢这个户型 想建在这个小区的话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可以建一个自己想要的 然后两层的主卧 楼上也有一部分 楼上一部分是专门用于 看个书看个报纸类的 这个就是定制房的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豪又漂亮又与众不同 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房子 这一个定制真的是 最高的一个高挑的书 这个主卧了 然后看它漂亮的洗手间 洗手间一样是高挑的 房子的挑高代表着房子的档次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豪宅都一定要挑高 像有些很现代风的豪宅 可能就不太会用太多的挑高的元素 但是这个就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特别喜欢 有的人觉得也没有必要 这就是它的洗手间 所有的豪宅几乎都是一个 双淋浴头的一个淋浴间 然后再往里走呢 马桶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也是分男女的 一边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也都是做了的 而且呢这个衣帽间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个衣帽间还可以上楼 这明显是个女士衣帽间 衣帽间的里面藏着一个梳妆台 这样就比较方便的用于这个化妆的需求 现在我们上楼看一下 我有一些客户在做定制豪宅的时候 不是特别喜欢两层楼的衣帽间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两层楼的衣帽间 虽然大又好看 可是上楼下楼的找个衣服还挺麻烦的 所以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可以做两层楼的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就把它做成一层的比较大的这种 而且两层楼的衣帽间也可以装上电梯 这都没有问题 卡发这就是我们看的衣帽间的部分 再出来 来这个客厅非常漂亮的二楼看看 走我们去二楼看看 因为这是个新房子 所以是没有泳池的 因为休斯顿的所有的新房子 都是没有泳池的 但是定制房的话 您可以让定制房建商跟你建商泳池 可是现在我们看的是定制房的线房 所以也没有泳池 上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它直接连着外面的阳台 我们出去看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房子阳台很多 你看那一圈都有阳台 很美 如果这边建泳池的话 其实建在下面这个草坪的位置就刚刚好 会非常漂亮 你看很多的邻居都有泳池 好 现在让我们进去吧 从二楼的这个空间 看楼下真的就有一种 公主的宫殿的感觉 好了 现在我们去另外一边 整个房子有九千多尺 所以它的卧室啊 各个方面都很大很大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早餐厅 你看早餐厅也能看到外面的壶 很美的 一个早餐厅 然后这边是它的吧台 吧台也用的非常好的大理石 只要定制房的这些材料 其实我就不用一一说明了 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再往里走呢 客位客人用的洗手间 拉团间在里面 这边呢就是要进车库的位置 你看 这就是里面车库 然后这边 是 车库可以从这边进来 然后再往前走 另外一个客厅和早餐厅 这个就很美了 您可以看到我很多定制房的房子 每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特点 你也可以把每一个房子 你喜欢的一些元素 加到你想定的定制房的里面 这是会客厅 就是比较私密的那个会客厅 就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边是它的开放式厨房 两个钟台 然后相见是冰箱 这都是必备的 然后再往后走呢 厨房的后面 是一个洗衣房 然后这个洗衣房 也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式厨房 这边放 留出了一个放冰箱的地方 哦 说错了 这本来就加了一个中式厨房 然后也留出了放冰箱的地方 也有窗户 有烟道 这样子 因为在美国 其实族裔非常的多元化 所以不同的族裔 它的饮食习惯各方面是不同的 所以很多定制房 都是另加一个小厨房的 有的人是给保姆准备的 保姆厨房 有的就是为了自己的 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准备的 再往这边走 就是副楼梯 还有一个写字台 这个写字台是用于女主人算账用的 或者家里的管家算账用的 这是房子的副楼梯 在副楼梯的旁边呢 还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 这边是有一个开放的门 所以可以去洗个手 然后旁边有一个客卧 这边的客卧也是看到湖的 好漂亮的客卧 外面的景观是很棒 然后有一个门可以去外面 这样子 然后客卧的洗手间 有淋浴 然后这个门可以直接进来 在淋浴间洗澡 洗完澡再进房间 整个门是通着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卧室 好了 现在我们从这个房子的主楼梯上楼看看 刚上来就是一个game room 一个很大的空间 房子9000多尺 每个房间都已经很大了 这就真的是无可挑剔了 主要挑剔的就是您对这个房子风格的喜好 外面也是一个阳台 然后我们先在这边看一下 有一个二楼的客卧 客人用的洗手间 进去看看 这样 你看 定制房所有的客卧的用料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再进来 然后再进来 左手边是衣帽间 然后右手边是洗手间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卧室 这是一个king的床 然后卧室还这么大 这个卧室呢是不潮湖的 看外面 这个隔壁的这个空地还会是一套房子 所以这就是挨着隔壁邻居的一个卧室 非常大 好 我们往前走 二楼的吧台 吧台旁边就是一个放映厅 看这个定制房放映厅的地毯 非常的高端 包括幕布也是做好了的 然后包括放映厅是阶梯状的 这样两层的放映厅 这些都是一个豪宅的主要配置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还有其他的客房 这是其中的第四个客房 然后都是套间 客房的洗手间 这个客房是能看到湖的 大家就能看到外面的景观 然后再往里走 这边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副楼梯的位置 从副楼梯一上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五个客房 也依然是湖的景观 然后旁边配有一个洗手间 是一个套间 并且这个客房是有阳台可以出去的 从这个客房出来 看副楼梯在这里 我们来到了第六个客房 这个客房呢 是没有一个这个湖景的 可是这个客房是有个小阳台的 如果你从小阳台出去的话 你依然能看到景观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六个客房 然后这个客房依然是一个套间 有洗手间 但是这个洗手间是可以通出去的 然后再往前走 可以看到第七个和第八个客房 这是第七个客房 可以看到湖景 然后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然后第八个客房 这个客房是景观性最好的一个客房 不仅有阳台 还可以看到湖景的大窗户 所以其实这八个客房当中 全都是有景观的 只有一个房间是没有景观的 七个有景观 一个没景观 这是客房的洗手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了 我们现在从二楼的角度 看一下这个院子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大院子 底下是一个padio padio旁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草坪 然后看出去就是这样的湖景 很漂亮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定制房 这套定制房的售价不太到四百万美金 具体的信息也会写在下面 而且还是跟哈登做邻居 如果您对修动地产感兴趣 或对我推荐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叫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现在我带大家坐电梯上一下二楼 电梯间在这里 有很多客户问我 就两层干嘛要按电梯 其实我就想说 有钱就是好使 想干嘛就干嘛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要按电梯 再按下二楼 哇,谢谢,师傅 好 你愿意闭上它吗 可以我试试吗 可以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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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知道 要先关门 然后再把这边拉过来 然后再按下二楼 其实就是个升降机 Oh, we got it 到了 OK 好,听到它开一声了 就可以拉开 然后再打开门 哈哈,就到刚才我们 就到刚才我们 看到这个位置了 看,这边就是一个副楼梯 Bingo 结束